这个河边这里还有一个餐厅 但是今天礼拜一没有开门 看着还不错 环境非常的好 这边还住着一对外国的夫妇 一般在这里的老外都是一对夫妇坐在这里 这个小院非常的有意思 今天到海边的这家希腊餐厅来试一试 然后有一条楼 然后带 upstay ok 那楼上的风景更好 为什么大家都不到楼上来坐呢 可能要热一些啊这里 他这个海边上都没有很高的楼 这个两层都算是比较高了 希腊餐厅的装修啊都是那种地中海风的 蓝色很简单 我沾的 不会沾 先来的一个起司球啊 这个凯撒沙拉 哇塞 这个分量也太大了 今天点多了 这个是鱼排 看这个盘子 是鱼排的 这个是鱼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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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鱼排的 这个是鱼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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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鱼排的 这是一个夏威夷披萨 也是分量很大 非常安静的海滩 一不小心也有点拨 这是今天的消费 又到这家动物咖啡馆 除了我们家好像有一家老外 孩子小孩的老外 其他的就没人了 这么大一个这么漂亮的咖啡馆 我们家这一次到巴蜀这个城市 已经生活了差不多十天左右 到目前为止 真是没有见到一个中国 像我住的那个民宿 陆陆续续来了很多老外 包括来了两个日本的家庭 都是那种日本的中年夫妻 前两天又来了一对韩国的中年的夫妻 天天在那里做饭炒菜 昨天晚上我看他们在厨房里面 一直忙活到晚上 我九点钟我们睡觉了 他们菜都没炒出来 看样子韩国人也喜欢炒菜 但是没见过中国人 可能啊从这个周末开始 这一切都将改关 因为我在评论区已经看到好多网友 在发信息 说准备过来自驾 有个网友说 他正准备出发 发现他的汽车的电瓶坏了 不然的话都跟你一起在海边的大排档一起吃饭了 另外有朋友说周末马上就一家自驾过来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对这种现象会不爽 因为我以前不是也发了一个视频 怕中国人过来到时候又搞得乌烟瘴气 但是实际上我对大家来旅游是非常欢迎的 这也是我介绍这个地方做视频的初衷 我并不是怕大家来旅游 我怕的就是就像巴迪亚的那帮中国人一样 在那里做各种买卖 又在各种倒腾各种房子做中介 我讨厌的是这种现象 真正的旅游我是非常欢迎 实际上我个人的话 我对泰国还是充满着感情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片土地 我也想给泰国做一点事情 以我个人联络的力量 比如说在网站进行宣传 实际上我现在介绍一些大家不常去的 甚至都没听说过的一些地方 实际上也是比较符合泰国目前的政策 泰国在大选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时的前进党提出的经济方案 就是去中心化 因为现在泰国的经济太集中在曼谷以及曼谷周边的那个大都会区了 那边吸引着泰国的人口占到了四分之一 它的经济的总量估计至少能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所以全泰国这么大的面积 实际上泰国并不小 泰国跟着四算差不多大了 五十多万平方公里 但是全部都拥挤地狭窄着曼谷 所以前进党他当时的竞选方案 并且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的方案 就是去曼谷的中心化 实际上后来现在韦太长上台以后也在执行去中心化 你看现在新总理上台 他很快我印象里面当时的新闻 他马上就是到土地那边去考察 并且现在就有一个新的项目 要在泰国的安大曼海的几个省新建一个机场 因为现在安大曼海的几个省 包括从最北部的什么拉廊 攀牙 普际 再往南 甲米 董礼 这些原印度洋安大曼海的这几个省 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 但是现在除了旅游业以外 其他的产业都没发展起来 并且旅游业的话主要也就是在普际 现在甲米稍稍起来一点 其他据说还有一些非常好的旅游资源没有开发 我看评论区有人说 懂你也非常的好 我也没去过 以后再找机会 我到时候再懂你再去探索一下 所以泰国他也是看到这一点 他准备要开发安大曼海的这几个省份 要新建一个新的机场 应该是要放在可能攀牙那个地方吧 另外的话比如说现在泰国正在锦罗密谷的执行他的land bridge 就是陆地桥的计划 就是取代以前的那个克拉地侠的运河 因为那个工程量太大了 这个陆桥计划如果执行的话也是泰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基建的一个工程的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克拉地侠的两头 就是靠咸罗湾的春蓬和靠安大曼海的那个拉朗 在两头修建深水港 然后中间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来贯穿 以后比如说中国的货物传到了那个春蓬港 就可以卸货把集装箱通过陆路再运输到拉朗深水港 再从这里再装船这样节约大概三天的行程 以前大家认为可能泰国又是说说 因为这个话题炒作了一百年了 但是这一次看来是认真的 我昨天看新闻 然后泰国议会已经批准了那个陆桥计划的可行性报告 虽然遭遇了很多反对之声 说不定这次泰国还真是动了真格的 实际上他执行这个计划也就是去曼谷的中心化 让泰国的经济多处开花 包括以前执行的东部经济主廊也是处于这样的考虑 当然泰国最需要的就是旅游业 旅游业立竿介意 并且也在泰国人的能力范围之内 你要搞一些什么大的工程 我估计泰国人hold不住 比如说像引进特斯塔这些 我估计很难 但是搞旅游业 实际上泰国完全具有这个条件 现在泰国的旅游业也是非常的中心化 就是在几个主要的旅游城市 特别是今年开年以来 人山人海 据说现在入境的中国游客 已经是超过了150万 这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要知道去年全年才上150万 这么好的势头 但是大家都集中在几个主要的旅游城市 比如说像曼谷 普吉 巴提亚 清迈这些地方 登山人海 解雾店价格暴涨 旅游体验也不好 实际上泰国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 你知道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比如说像巴蜀 实际上并不远 曼谷开车过来也就是4个小时 但是居然不为人所知 实际上旅游资源一点不比巴提亚差 很多方面还超过我 所以我通过自媒体来介绍 这些地方给中国的观众 实际上也是想给泰国经济 做一点自己的所人籍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存在着一个误解 特别是一年以前 因为大家都把我认为是泰国黑 在批评泰国的签证政策 认为是在排华 认为是在歧视中国人的签证 但是事实证明 我说的都是事实 为什么泰国现在会给中国永久免签 虽然名义上是双向免签 但实际上真正付出真金白银 就是泰国 因为每年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 达到了一千万以上 但是以后免签 泰国人到中国去旅游有多少 我估计可能几万 一个是10 million 一个是10 million 这个差距是有多大 是上千倍的差距 所以泰国为此付出的签证的收益 相当于是应该是上百亿泰主 因为一个人就算是最便宜的旅游签证一千泰主 算一千万人 那就是一百亿泰主 更不要说奴地签 那个价格有放备 所以泰国真的是付出了真金白银 他为什么会下这么大的决心 实际上也是因为泰国军政府时期 针对中国国人的那种签证政策 带来了恶苦 因为中国人不来了 军政府他可以不管经济 但是新政府他就必须拼经济 为了吸引中国人来 最开始也是推出的是临时性免签 但是没有效果 最后不得已拿出了 那个亚相抵的政策的法宝 就是永久免签 有了这个以后 确实立竿见影 现在中国人果然又恢复到 2019年的那个盛况 所以说所谓的太黑 实际上就是批评泰国 批评泰国带来的那种作用 实际上比你所谓的吹泰国 赞美泰国 那更有实际的意义 你如果大家都 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吹捧泰国 不管泰国给中国人的签证 是如何的刁难 大家一片赞美之声 歌舞升平 岁月静好 泰国政府也洋洋自得 认为中国人很满意 那接下来的后果会是怎么样 中国人来的越来越少 然后泰国的经济受损 所以说你批评泰国 让泰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做出改变 实际上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才是真正为泰国好的做法 所以说我不是泰黑 我也是另外一种意义的泰粹 我是真心为了泰国好 不像那些人把泰国吹成天堂那种人 他实际上都是为了在泰国身上挣钱 真正为了泰国好的 就一定要客观地对待泰国 你既要诈美他好的一面 也要批评他不对的一面 这样的话 大家才能真正的双向奔赴 中国人能在泰国 享受到那种美好的生活 然后泰国也能获得 中国游客进入的那种经济的收益 这何乐不为 所以我们有些事情 我们中国人的有些格局 有些事宜 还是要打开 还是要放长远 不要锅里斗 大家相互之间在那里排挤 相互之间算计 到头来 真的是名声也砸了 最终也是一无所获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